一年举办五天的田径项目已来到倒数第二天 几乎各竞赛项目已经进行到准决赛决赛阶段 来自全台各地的田径好手 从暖身到旧起宝架 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因为长期的练习就是为了这一刻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每个优秀的成绩背后都是选手们付出时间 付出泪水换来 所以在练习过程中 教练的磨练跟鼓舞相当重要 练了大概四年吧 然后中间就有很多低潮 然后因为教练就帮助我还有同学 所以就慢慢地恢复 冰冬确实为雪林中选手带来生活方向 争取竞赛佳击 也成为他们在竞技场上追求的荣耀 教练给我的允许是 他不要求什么很好 只要我有进步就好 然后他希望我这次全中逾可以得到冠军 104年全中逾4月30号高一段落 但仍然有许多田径赛事持续进行决赛 越到最后关头 对进入最终决赛选手的压力跟考验更大了 接下来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